被骗结婚后你的老婆每天都在诱惑你 这种生活真的定不住啊 已经被家里安排25次相亲的你 为了逃避催婚 确定随大流找一个合适的人结一次行婚 这种婚姻就是两人指顶结婚证 不会有夫妻之间的亲民行为 虽然坐在一起但各顾各的 只要能堵住父母的嘴就行了 等以后遇到有喜欢的人就和平离开 而你找的新婚对象是出高中同学李清阳 这姑娘长得极其清准漂亮 身在好性格还温柔 你们两人是在相亲遇见的 在互相诉说被家里人随婚的烦恼后 李清阳就主动提出了行婚 而能一派集合决定来假扮夫妻 现在结婚还不到一周 两人目前生活就是各国各的 李清阳是名牌大学琐事毕业 现在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而你也是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能力非常强 才27岁就自己全款买房 不过因为编程工作量太大 为了好好享受生活 现在只是一名图书馆的管理员 不过你从小就开始学习画画 所以靠着这项特长也能揭稿赚钱 在外人看来你们两人简直是狼才女貌 很有福气象 就是你接了一款恋爱手游的约告 报酬有十万块这么多 可是恋爱这个题材 触及到你这个舞台搜的大学霸盲区 你无论如何也设计不出 能让玩家体验到甜蜜的感觉 就在你有些崩溃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敲门声 请进 话音刚落 李清阳就推开门走进来 他一开始刚洗完澡脆完头发 穿着一件白色睡衣 裸露的肌肤 垂痰可破 搭配那协调精致的五官 尽且青春无辜 很容易能能产生想要保护她的欲望 不过即便如此 你的内心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可就随着一声脑宫 这偷偷其爱的窗户 让你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 你叫我什么脑宫 你占助性地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试图让自己静下心来 但李清阳静走在你的身边 微微一笑 你看得愣神了 意识到自己的囧态 连忙咳嗽一声 来缓解尴尬 我们只是行婚 我叫你老婆是占你便宜 所以叫我老公是占我便宜 李清阳被你这狗屁不通的分析 给逗笑了 不过最终还是改口了 那就叫你名字吧 凌贝 你找我什么事 从结婚这些天来 李清阳从来没有敲门找过你 这是第一次 让李清阳记下来的话 让你好不容易稍微平静一点的内心 再也无法平静 凌贝 我感觉我得了很严重的病 你跟我的无畏 好难受啊 说完李清阳就掀开自己的上衣 仅仅露出没有一丝坠落的完美小腹 平静的田径文雅的女孩 突然先睡衣 是什么操作 这么自然的模样 好像恶人真的是夫妻一般 第一次这么直面 看到一个女孩的肚子 你的呼吸都忍不住开始加速 等一下 你这是做什么 虽然有点想再看两眼 但是出于礼貌 你连忙把头别开 因为 我的我也好难受啊 吃了药也没用 我问了我妈要怎么办 我妈妈这个人比较迷信 她告诉我一个土方子 只要让老公劳了肚子就会好 此时李星亚离你特别近 你甚至能感受到她的呼吸 这种扯淡的话 你也信啊 你这个直男的害羞 此时体现的淋漓尽致 脸红得跟后屁股一样 总要试一试 所以你帮我摟一摟吧 你被李星亚搞得不知所措 可 可以吗 想摸 又不敢上手 李星亚看你摸摸唧唧的样子 立马握住你的手 然后贴在她自己的肚子上 肌肤相碰 你全身血液都在沸腾 这根本顶不住啊 见你完全愣神了 李星亚没好气地说道 No啊 哦哦 好的 你自己就像犯错的小孩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在李星亚的肚子上游走 除此之外 哪里也不敢看 如果你抬头看一眼 就会发现 褚皮不惊的李星亚 此时也翘脸微红 呼吸一边的急促 原来之前的镇定都是装的 房间十分安静 两人动作又十分暧昧 不知道留了多久 你率先打破了这份激进 舒服了吗 好神奇啊 你摟一摟就好多了 你把手收了回来 打算继续工作 结果李星亚就没有离开的样子 就这样一直站在一旁 你还有什么事吗 你刚才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我的漏漏挺暖的 你觉得呢 这问题要怎么回啊 这是中的美能计吗 你刚才选择不说话 建立不回答 李星亚自顾自恶机会说道 我今天听我一个朋友说 他们也是被家长催结婚 最后才选择新婚 可是假扮夫妻后 竟慢慢的有了感情 现在是生夫妻的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有感情的吗 你对恋爱的看法 没有太大的欲望 他恋爱还不如打游戏 来得实在 这我哪里知道 他们是因为天天睡在一起 才慢慢有了感情 听到这句话 你眼睛都瞪打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李星亚 你该不会是想跟我一起睡吧 打住打住 李星亚一脸无辜地看着你 可是我并没有往这方面想 倒是丁贝 你怎么是一样 一直往两人一起睡的这方面想呢 说的我都害羞了 你彻底凌乱了 看着面前这懵懂 又带着清纯的李星亚 这个女人竟然在右偏自己 李星亚 你突然正经起来 从以前到结婚这些天 我都觉得你是个文静 禁止的女人 但是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喝醉了 一直装作教学模样的李星亚 挺有语气一变 也跟着变得正经起来 我没有喝酒 我就是挺开心的 开心遇到你这样好的人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我就觉得临贝 你是非常好的人 希望我们可以 优豪地继续一起生活下去 就算李星亚就离开了 留下你一脸懵逼 你再也没有心思工作了 李星亚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回到卧室的李星亚 那起摆在桌上了 高中毕业照 将毕业照取出反到背面 上面有一段字 宁北 其实我们后来再也见不到了 我也希望你虔诚似锦 在世界某个角落里 一一生辉 李星亚作梦也没想到 还能再跟你见面 并且成为了夫妻 虽然现在没有感情 但是李星亚相信 你一定会爱上他 爱在一点一滴里 一定会让你对他动情的